三行二义 同学们也知道 三行是说的什么 阿赖 摩纳 一时 这有三行 二义呢 摩纳叫一根 第六叫一时 这叫二义 三行二义是旺行 不是真行 三行二义 见不到 宇宙一切发的真相 用真心 真心是一念 你就见到了 见到四是真相了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空相 摄法界一正庄严 是假相 假相不可得 所以它是空 金刚经上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是这样的 假相 阿赖耶稣便 就是摄法界一正庄严 阿赖耶稻 那不是真 金刚经上又说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 泡眼 确实 就像做梦 梦醒之后 痕迹都找不到 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 在六道里的那梦醒过来了 六道不见了 醒过来了 醒过来是什么境界 四身发现 你看到的都是 阿罗汉 披治佛 菩萨 佛 你就看这个境界 醒过来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还是一场梦 为什么 虽然没有执着 它有分别 它有起行动力 在这个境界里头练 练功夫 练不起心不动力 真正练成了 不起心不动力 又像做梦醒了一样 这个境界没有了 四身发现不见 生活中又出现了 一阵发现出现 一阵发现只有 心心没有识别 也就是阿罗汉 也就是阿罗汉全拜托了 这叫反望归真 一阵发现真 极乐世界的十包转眼图 一阵发现真 一阵发现真 极乐世界的殊胜 所以祝佛赞叹阿弥陀佛 光众基尊 佛众之王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